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宏律师著作 《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与警察打交道的注意事项 在美国生活 你难免会在生活中与警察打上交道 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 华裔移民在与警察打交道中 往往因为不了解美国警察的作业方式 或不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 引发被警察殴打或误伤误杀的事件 了解美国的执法方式及自己的权利 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保障自己的安全 问 几天前我的邻居发生一宗入门抢劫案 有一位侦探敲门问我是否看到任何可疑的人物 我跟他说没有 但是他依然不断地问问题 我不知道如何应付他 就当着他的面将门关上了 我没有任何责任回答他的盘问 但是如果警察坚持要盘问我 这是否侵犯到了我的权利 我是否有权告这位试图盘问我的警察 答 纵使警察没有任何可以作为逮捕 或进行搜索理由的证据 他们依然拥有普通人的权利 普通人都有权利向陌生人查问一些情况 不会触犯法律 因而如果警察只是纯粹打探消息 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都可以随便向别人询问 当然如果你不想跟警察谈话 他们就必须停止询问 问 调查人员可以搜索我的房屋 公寓或办公室吗 答 除非你同意他们搜索 或者调查人员有法院签发的搜索令 否则他们不能随便入内搜索 干涉调查人员的搜索 并不太可能让他们停止搜索 反而会因此被指控妨碍公务而被逮捕 即使调查人员所进行的搜索是非法的 也不要去干涉他们 如果调查人员认为你的室友有权利 应允许他们的举动且获得他们的同意 调查人员仍然可以入内搜索 执法人员可以到你上班的公司搜索 而雇主有权同意执法人员的搜索 问 调查人员在我家逮捕我 他们可以搜索我的加码 答 警员在逮捕时 可以搜索你附近地方的东西 而不需要法官的搜索令 不过如果警员要搜索整个房屋 就必须向法院申请搜索令 具体陈述所要搜索的地方 及所搜索的对象 问 如果警员有搜索令 该怎么办 答 你有权利查看警方的搜索令 搜索令内必须具体的 列出法官同意搜索的地方 及寻找的对象或人物 如果警员是带着搜索令来的 你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 但是你有权利且必须跟他们说明 你不同意他们四处搜索 只允许他们搜索法院同意的地方 及收集搜索令上的对象 你可以要求自己在场 观察他们的搜索行动 你可以将搜索人员的姓名 警员编号及他们的服务机构 记录下来 如果有其他人在场 可以将他们的数据记录下来 让他们作为证人 在于律师会面时 你应将这些数据交给律师处理 问 如果警方有搜索令 我必须回答他们的问题吗 答 不 警员在搜索前搜索中或搜索后 都可以向你问问题 但是警员有搜索令 并不表示你非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不可 问 如果警方没有搜索令 该怎么办 答 你有权利拒绝警方的搜索 并且有权利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警察不能以你拒绝他们的 无法搜索令 或拒绝回答问题为理由 而申请逮捕令或搜索令 问 如果警方没有搜索令 在我多番拒绝及抗议下 他们仍要坚持搜索 该怎么办 答 千万不要强硬地拒绝 或阻挠警方的非法搜索 你要尽量找到证人 来证实警方是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搜索的 并记录下他们的姓名及警员编号 如果法官在法庭上裁定 警方的搜索是违法的 那么警方所搜索到的证据 在刑事案件中 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问 万一我跟警察讲了一些东西 该怎么办 答 你跟警察所讲的任何东西 都可能成为不利于你本人 或他人的呈堂证据 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如果你选择与警员谈话 要记住向警方提供任何不实的证词 都可能触犯刑法 因而与其向警方提供不实的证词 倒不如保持沉默 问 万一我在公共场所 无故被警察拦下该怎么办 答 你有权利问清楚自己是否可以离开 如果警察跟你说他们并没有逮捕你 但你不能离开 这表示他们要扣留你 扣留并不表示逮捕 如果警察怀疑你身上带有武器 或你可能视为危险人物 他们可以在你的衣服外部拍摸 如果他们超过拍摸的范围 你可以说你不同意他们的搜索 但是尽管你抗议 警方仍可能继续搜索 不管你是被扣留或被逮捕 你都有权利保持沉默 问 假如我在驾车时被拦下 该怎么办 答 警员提出要求时 你必须向他们出示自己的驾驶执照 车主证明及汽车保险证明 你有权拒绝警方的搜索 但是如果警员认为你有犯罪的可能性 尽管你不同意 他们仍可以进行搜索 如果警察要给你开罚单 你应该签字 你的签字只表示你同意在指定的日期 到法院与警察当庭对证 并不表示你认错 如果你被怀疑醉酒驾车 你必须接受吹气 咽血或咽尿三种测试中的一种 如果你拒绝汽车管理局 可以据此吊销你的汽车驾驶执照 问 如果执法人员声称 如果我不回答他们的查问 他们将向法院申请大陪审团的传票 强迫我回答该怎么办 答 大陪审团传票是一份书面的通知单 要求你到法院陈述你所知道的一些数据 如果调查人员威胁称将使用大陪审团传票 你应该马上找律师 如果你没有律师而直接回答他们的查问 他们仍可能用传票传呼你 以问到更多的问题 万一已被传呼到大陪审团前问话 你可能有权利拒绝回答某些问题 在大陪审团作证前 你应向刑事律师了解清楚自己的权利 问 我刚到美国 从来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 又不懂英文 回答警察的问题时很可能会紧张 警察会不会觉得我不愿意和他们合作 或者觉得我在隐瞒事实 或者觉得我有罪呢 答 当警察找上门时 在回答警察的查问前 你最好咨询一下律师 与律师先会面 并不表示你不愿意与警察合作 大部分美国民众在与警察打交道前 都会先跟自己的律师咨询一下 了解自己的权利 如果自己来不及咨询律师 而直接回答警察的问题 但回答过程中发现警方是冲着自己而来 或感到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对自己不利 你随时可以提出询问律师的要求 一旦你清楚地提出要律师在场的要求 调查员应该马上终止盘问 如果你事先没有请律师 在警察找上门时 你可以将警方人员的姓名 政府机构名称 以及调查人员的电话记录下来 然后尽快寻找律师 将这些资料交给律师 由律师出面与调查人员联络 问 如果我被逮捕了 我必须回答警方的盘问吗 答 不 万一你被逮捕 你只需要提供你的姓名及地址 不需要回答其他任何问题 或提供任何声明材料 如果你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 你必须尽快与律师联络 假如你无经济能力聘请私人律师 你可以提出请公派律师的要求 由于这类案件属于刑事案件 政府规定如民众无经济能力 政府必须提供公派律师 如果民众不会说英语 政府还必须提供双语翻译 问 我有一位朋友与别人发生争执 一气之下拿起刀来和别人打架 后来被警方调查 怀疑以致命武器袭击他人而被逮捕 在警方逮捕他时 警探并没有对他说美兰达警告 就问他武器在何处 我的这位朋友说出了藏刀处 警察果然找到了刀 警察并没有提供美兰达警 而进行了违线盘问 他们所收集的证据 可以作为呈堂证据吗 答 从此案例而言 警察没有向你的朋友提供美兰达警告 而违线收集证据 所有从违线盘问中获取线索 而收集到的证据 都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根据刑事中的独树织果原理 这把刀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美国刑法上的独树织果原理 是指警方违线盘问 或违线搜查而获取到线索 寻此线索而获取到的所有证据 都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此原理是用来阻止警员及检察官 进行违线的盘问或搜查 保障民众的民权 不过警方不违线盘问 就找到的证据是合法的 可以作为呈堂证据 例如如果你的朋友 将这把刀放在背包内 即使警方不违线盘问 他们在逮捕你朋友时 仍可以在他随身的背包中找到 因而这把刀将成为合法证据 问在上述情况下 假定法官裁定警方 没有提供美兰达警告而违线盘问 法院是否一定要撤销此案 答不一定 设置美兰达警告 主要是为了阻止检方 向陪审团呈现一些违线 收集到的证据 如果检方拥有 通过其他合法渠道 获取到的证据 他们仍可以在陪审团面前 定被告的罪 警察在与民众打交道时 并非每次都需要讲 美兰达警告 在下列情况下 美兰达警告并不是必要的 被告并没有被扣押 警方盘问了嫌犯 但是没有将从盘问中 获取的证据作为呈堂证据 问如果我真的不小心 触犯了法律 我是否可以向警察解释 以争取脱罪的机会 答一般而言 在咨询律师前 最好不要直接向警察 解释任何事情 假如自己因意识冲动 而做错了事 最好保持沉默 在咨询律师前 不要与任何人商讨案情内容 最令刑事辩护律师头痛的证据 就是嫌犯独自向警方提供的解释 这些解释 往往是嫌犯认罪的证据 美国宪法第五章修正案 向所有人提供 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即任何人都有权利拒绝提供 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因而遇到这种情况时 最佳的方法就是 礼貌地拒绝警察的查问 尽快联络刑事辩护律师 问 我知道我的高中同学 参与了一宗犯罪活动 他请求我替他向警方作证 指称 在案发当时 他和我在一起 假如我向警方提供 这些不实的证词 我会有风险吗 答 你会有很多麻烦 如果你故意向警方提供 不实的证词 以协助 嫌犯脱罪 你可能会被指控 事后重犯的犯罪行为 当然 你有权利来决定 自己是否与警方配合 或是否保护自己的亲友 如果你不想与警方配合 你只能拒绝回答警方的查问 不能提供不实的证词 一般而言 拒绝回答警方的查问 并不构成事后重犯的行为 问 我的一位朋友被怀疑 参与一宗犯罪案件 警方要求他进行测谎 你调查他是否是案 他是否可以拒绝接受测谎调查 答 测谎器来测试被问者是否说真话 测谎仪主要记录 受测者回答问题时的心理 连接 生理反应 理论上 人们在撒谎时需要较多的大脑活动 因而会产生异常的心理压力 这些压力会引发某些生理反应 如呼吸速度与深度 血压 汗液分泌等的异常 测谎仪并不能真正测定 说话内容的真伪 而是在测量受测者的生理变化 就像其他医疗诊断仪器一样 只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才能有效的运用 其可信度大半取决于测谎人员的专业水平 测谎是以问答方式进行 问话一般采用简单的问句 受测者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测试的问题模式非常重要 测谎的询问方法 包括区域对比法 紧张高点法 对照问题询问法等 每种方法都包括三问题 即相关问题 无关问题 以及控制问题 现行的刑法规定 测谎必须要先征得受测对象的同意 警方不能强迫受审者接受测谎 纵视测谎是获得受测者许可的 现在加州法庭亦不允许把测谎的结果作为呈堂证据 在现实生活中 警方往往会以激将法来诱使侦查对象接受测谎 假如你讲的是真话 为何不愿意接受测谎呢 如果结果证实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就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从形式辩护的角度而言 不管自己是否有错 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接受任何测谎 原因很简单 测谎只不过是警方的一项调查工具而已 警方有时会故意说受测者没有通过测试 通过精神压力 来诱使受测对象同时招来 在这种情况下 受测对象往往因为紧张而不知所措 结果说出一些可能与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于是警方的疑心变得更重 此外 从笔者的经验来看 如果受测对象是中国新移民 在测试过程中 因为需要翻译 受测者会很紧张 因此结果往往对自己不利 问 我驾车没有汽车保险 两个多月前 不幸发生一宗车祸 因为害怕警察查出我没有保险 我便驾车离开了现场 一个多星期后 警察找上门来 指称当时有八位证人 看到我 驾车撞到人 然后离开现场 还有人将我的车拍下了照片 听到这些证人及证据 我心里很害怕 心想 警察可能会坦白从矿 抗拒从严 便向警察认罪 谁知道 后来在法院上才发现 警察所说的八位证人 及我汽车的照片 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是被骗认罪的 我是否可以用警察骗我认罪的理由 将我自愿认罪的部分撤销掉 答 在上述情况下 尽管警方使用不诚实的手法 来获取你的认罪证词 一般法官都会将你资源认罪的部分 当作证据 在美国的司法体制中 并没有坦白从宽 抗击从严的做法 警察在办案时 很可能会做出许多 从宽重理的承诺 但是警察的这些承诺 都是空的 因为最后的惩罚决定权 是在检察官 法官及陪审团的手上 并非警察 美国宪法第五项修正案规定 民众拥有 拒绝提供对自己不利证据的权利 因而所有的认罪都必须是自愿的 任何不自愿的认罪都是违宪的 而通过违宪手段获取到的证据 是不能作为常堂证据的 法律规定 警察不能使用暴力 身体或精神上的威胁 或其他不当的手段 来迫使嫌犯认罪 任何的认罪都必须是自愿的 不过警方往往会使用 下述的一种方法 来让嫌犯自愿认罪 一 嫌犯在被扣押期间 心理压力非常大 许多嫌犯发现监狱的情况很恶劣 为讨好监警而主动认罪 二 警方往往向嫌犯表示 如果嫌犯认罪将会从宽处理 法院认为警方的这种做法不当 但是警员往往会在法庭上 否认自己曾做出这类承诺 而陪审员和法官往往会相信警探 三 警方会使用黑脸白脸的策略 在此计谋中 扮演黑脸的警探会对嫌犯很凶 而扮演白脸的警探则扮作一位大好人 让嫌犯感觉这位大好人 是会替自己说话的 使嫌犯主动向这位大好人警探认罪 当在法院上发现这位大好人 正在出卖他时 为时已晚 四 一些嫌犯误以为 如果认罪不是用书面写下来的 就不会有大碍 但是法律是允许警探在法庭上 提供嫌犯的口头认罪的 五 警探会让嫌犯感觉 他们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处境 例如 警探会声称 他们有许多证人 嫌犯未通过策谎 或警方掌握到嫌犯犯案时的照片 或录像带等 让嫌犯觉得唯有认罪才是出路 六 警探会利用嫌犯的内疚心理 强调认了罪就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在道德方面制造压力 迫使嫌犯认罪 七 警探有时会向初犯者称 如果认罪可以快速结案 许多初犯者信以为 真相早点结案 而放弃了自己的宪法权利 八 警探往往会向嫌犯称 他们听了受害者的证词 现在只想听一下嫌犯方的说法 将两方面的说法写进去 这样更显公正 但是结果通常是失与愿违 警方所写进去的东西 往往成为定罪的最强证据 喂 如果我怀疑自己被警察跟踪 该怎么办 答 首先你要冷静地想一想 警察是因为何人何事来跟踪自己 其次 如果自己在公共场所 发现有人在跟踪自己 你可以直接了当地找出跟踪者 友善地查问他们为何要跟踪自己 你最好找一位朋友在场作为证人 尽管跟踪的人不回答自己的问题 至少他们已知道 你已经意识到自己被跟踪 在法律上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合监视他人 调查人员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怀疑自己被政府调查部门跟踪 或被他们骚扰 你应该找刑事律师了解自己的权利 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喂 如果我被警方虐待该怎么办 答 如果受到警方不人道的对待 你应记录下他们的警员编号 他们的姓名及相关的资料 你有权要求他们提供这些资料 你要尽可能找出默读事件经过的证人 并记录他们的姓名及联络电话 如果你有受伤 应拍下受伤的照片 并尽快联络律师 前车之鉴 谋杀宠物狗事件 美国近期有一宗离奇的邻居争执案件 当事人的邻居的狗叫得很凶 导致他夜不能眠 这位当事人一肚子气 但由因不愿意出面与邻居进行沟通 而决定自己采取行动 他到商店买了一些杀虫药 趁邻居不在家 把邻居的狗堵死 邻居知情后觉得不解 他定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防止狗在夜里叫 但当事人并没有跟他提过任何意见 而静止行动 结果这位当事人被以虐待邻居的罪名起诉 最后陪审团判罚当事人有罪 判了一年多的劳刑